位於板橋西昆地區的北極宮廟前 敬奉將近600台金的神珠 慶賀供奉主神玄天上帝 農曆3月3日的聖誕 廟方表示玄天上帝 必因西昆地區超過100年之久 這次為神明慶壽 特別殺神珠供奉 而玄天上帝就是民眾 熟悉的傳統神話故事裡頭 腳踏蛇羽龜的神奇 俗稱戴牙宮 今天為了市長要老的殺個大豬宮 來慶祝玄天上帝 玄天上帝 相對說 他來這個客群 已經百多年了 你這個地方都保庇到客群 在里面 大家來真平順就對了 這個地方會和玄天上帝 也是有我們一個廟 信仰中心 大家來京東 為地方來打拼 廟方準備神珠 還有信徒帶來豐盛的貢品 感恩戴牙宮守護鄉里 另外信北市長助力倫 一早也在廟方管理會 民政局長板橋區長里長等人的陪同下 為玄天上帝祝壽 謝謝他庇佑西昆地區 今天是鼓勵三位青山是上帝宮的性男前秋 我們知道在新北市很多地方 今天上帝宮都在慶祝 我們特別教我們環境地區 我們結婚 最出名的北京來參拜 這方面我們向上帝宮來祈求 我們豐盛五順國台民安 還可以希望我們新北市所有的全民 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 我們的建設可以分享的順利 地方重要信仰中心 慶祝供奉祖神萬聖千秋 成為附近薩潤國小四年級學生 最好的鄉土教學環境 老師帶著同學們來到北極宮 看廟會上課 比起在教室裡的教學 這樣實際接觸更有趣 剛好也有配合就是我們這邊的鄉土教育 那時候就帶著小朋友 就我們四年級學年的部分的學生過來這邊 然後就參與這次的聖典 了解他們宗教的信仰 然後還可以看到一些神 這樣的方式比在教室認識鄉土文化 更來得有趣嗎 對啊 因為在教室都悶悶的出來 還可以了解這些東西 想要認識一下那個全天上帝的生日 然後就是覺得很好玩 這樣的鄉土教學 會不會覺得比在教室上課還有意思 有 怎麼說呢 就是在教室上課感覺有點無趣 出來走走比較好 實際看到了嘛 嗯 對 這是北極宮校外教學 同學們意外和來參拜的朱立倫市長 留下合意 並勉勵學童 學習敬天尊神的精神 多做善事 帶給社會正面的力量 數位天空新聞板橋報導 超級她的 導遊話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